什么是苏格兰威士忌 首先要说明的是 苏格兰威士忌是世界上管理最为严格的酒 这类酒的定义非常之严格 我们要阻止任何人在苏格兰之外的地方酿造这种酒 这种酒必须要在苏格兰用古物酿造 这些古物不仅包括发芽的大麦 还包括其他可以用来酿造古物威士忌的古物 酿造完毕之后 必须要放在位于苏格兰的藏酿仓库的项目桶中 藏酿至少三年 根据新的规定 对于麦芽威士忌 还必须在苏格兰装瓶 三年的规则非常非常重要 刚在蒸馏器中制成的酒 按照规定还不是真正的苏格兰威士忌 而被称为苏格兰酒 必须藏酿三年以后 这种酒才被叫做苏格兰威士忌 威士忌必须有年份陈述 比如这个18年的Balmore 这个15年的Gland Gary 很明显15年18年都是酒的年份 如果是混合威士忌 混合苏格兰威士忌 那就是指其中年数最少的成分的年份 比如说 叫尼沃克Black Labor的年份陈述为12年 那是说 其中年数最少的成分的年份为12年 而这种酒可能包含年份为25年的威士忌 这个倒没关系 但是年数最少的成分的年份 绝对不能低于12年 未经许可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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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阅 以此将来第二天也有缘